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不懂得去保护自己的话 其实我们仍然好像这些人活到在紫序金迷那样的话 我们在这几天会看到一个统计 是由这些统计公司去说 在Codex出了之后会有的国际变化 但我想你知道就是 现时所发展的每一样都是神预定里面 神他让这些发展 但同样他亦给足够的知识智慧给我们 他给足够的警告我们 就好像灾难来到的时候 他给警告我们的时候 灾难差不多等于好像在一个冒险乐园当中的冒险 但如果他给警告我们不听的话 那分别就是你要看一下 罗亚方舟里面的人 和罗亚方舟外面的人的分别 那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会看到第六节 其实讲的是一个世代 就是我们现在活在的世代 就是今年 无论法例 无论天灾人和 都在我们身边围绕着不断发生 但我们要好好预备的话 这些对我们来说不会产生伤害 但如果不会预备的话 这些阴谋 这些毒计 它会成为很多人葬身之处 实际上我们讲到关于Floride Floride就是其实 你会看到 它放在人的食水当中的原因 其实由头到尾都是只有一个理由 因为基本上我们知道 在这些勞改型 这些集中营当中 就是世界上最早去放Floride的这些地方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在集中营放这些 为了什么 让我们防止注牙 其实不是的 根本这个半个世纪前都已经知道的科学 就是当人去饮了有Floride这些水 他人会偶偶地 他人是完全没有那种进取 他们会好像一只羊那样去受控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政府 都会加加医 他说Floride是对注牙好 但是在现时来说 我在说半个世纪来 到现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的助症 在医学上助症 Floride是可以医好注牙 相反Floride是导致身体有极之多的慢性病 这些医学的助症就多到很紧要 但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仍然都是用Floride呢 就如我所说 因为这个道理是一样 就是所有政府都觉得希望容易控制他们的人民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我们所说的食物 我们所说的饮水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其实是出现很多的问题 而不单止是这样 譬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我们所说的现时影响我们的生物范围 除了维他命矿物质已经受到法例限制 有很多高质素的维他命 根本已经是要停产了 你是不能吃得到的了 之外我们说的 比如关于肉类 牛奶 比如好像牛 牛现在其实是根本要吃一些基因重组的生长激素的 而其实我想你知道以前来说 你可以选择有基因重组激素的牛奶 或者没有 但是现在呢 在Codex之下就是没有选择余地了 因为在Codex控制下每一只鱼牛都一定要吃这种牛的基因重组生长激素的 每一只 而事实上任何地面上用作食用的动物 无论有期的 即是说鱼,有脚,有羽毛,在地上行走天上飞的 都一定要吃这种 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测试过是安全的这种生长激素 而除了生长激素就如我所说的 那些食物还要经过辐射的照射 但你说不是的,我可以买有机食品 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按着Codex他们的法例出了之后 这些动物喂过吃这种基因改造的生命激素 并且采用兽药 并且经过辐射照射之后 它都仍然是可以被定为叫做有机的 这个就是Codex所定给农夫的最新标准 最新限制 而我相信最恐怖的就是 究竟其实Codex定了 在市民食用的食物当中 其实是可以添加多少危险的工业化学品呢 在这里我给一个实质的资料来 其实在2001年一共有176个国家 其中包括美国 它已经定了世界上12种最毒的有机化学物品 这些有机化学物品包括杀虫剂 这些毒药 这12种是毒药当中的毒药 而这12种当中其中9种是属于杀虫剂类的 是最毒的 但是可能你不知道了 这个其实在2001年 这176个国家已经定了 是不准在食物里面有的 但是Codex是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自己定的 谁叫李依藏仪呢 它自己内定的 它自己内定的就是说 里面9种最毒的 7种对人看得好 而这7种都是杀虫剂来的 而它是规定食物是可以拥有这些杀虫剂的 而量也是大得惊人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只不过是4000条规例当中其中一条 你不能够反对得那么多了 总之任何个国家要进入这个贸易系统当中 所有食物就一定要照这个规限 这个就是在上一年12月31号所签订了 现时全世界将要强制执行的食物发展 CBS110篇第六节 但要在列邦中认份恶人 私手就偏门角处 但要在许多角中打破仇敌的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